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目前看起来这波冷空气的影响时间大概就持续到礼拜三的白天 那么水气也不算是很多 所以大致上就是会变冷 那么北部跟东半部天气会有些转变 中南部就是温度有些变化 天气的话变化倒不是太明显 来看一下下雨的区域的话呢 这两天呢就是迎风面北部跟东半部 云量比较偏多 云层比较偏厚 那么过来四天的话也没有太明显会降雨的一个这个量池 那么区域的话呢在礼拜二有稍微的扩散一些 大概是在我们的这个苗栗仪北跟东半部都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因为水气不算是很多 所以就是局部零星的短暂阵雨 那么过来一个礼拜 在北部的温度趋势 礼拜一之前低温15度 中午高温17到18度 礼拜二冷气团南下之后呢 低温降到13度左右 那么这个高温的话大概15到16度 中部的话要特别注意的是基地温差 礼拜一之前低温14 15度 中午高温22 23度 礼拜二的话呢也因为冷空气南下 稍微的往下降 低温大概降到12度 那么中午高温也会降到20度以下 剩下这个19度 礼拜四开始才会再缓慢的回升 南部的话呢 在礼拜一之前低温16度 中午高温23到24度 礼拜二也是稍微的往下降 低温大概14度 中午高温大概21到23度 那么过来几天还有一些这个时间呢 所以那个这个冷空气的强度 可能还有一些变化的空间 也提醒大家要持续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还变成胖陀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制一路段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